石头人吧,来石头人 其实石头人蛮强的 上个版本还可以 就告诉下个玩的那个石头人还蛮不错的 你玩了就知道,挺简单 也蛮有强度,主要是炮车厉害 石头人本身厉不厉害不太重要 主要是炮车厉害 你带个炮塔,带个剑尾小店 但这个版本 可能没有那么好了 打天梯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打周期挑战的话 版本是上一个版本的版本 觉醒卡是上一个版本的 平行性调整的话是一起的 然后还有个古龙 这石头人蛮不错 要打终于挑战的话可以用这个 最后一张是什么呢 暗夜礼物 切换排击炮,那卡不行 这套比较标准 这套比较标准 这椅子就是舒服吧,不太舒服 感觉电竞椅没什么用 这套比较标准 6,68 对我说的话不同意 可以 可以买个那个吗 买个那个人体工区而已 坐垫,买个坐垫,那个坐垫还蛮有用的 我做了那个坐垫之后腰也不疼了 腿也不酸了,说话都变利多了 你笑什么 可以的可以的 你温饰了吗 你温饰了吗 这里来喔 一拍克龍 沒一拍到 你覺得沙發舒服啊 沙發確實很舒服 真皮沙發 這套怎麼打火球火法皮卡 他沒覺醒皮卡隨便打 他打不進來 很多卡組是解不了泡車的 你明白吧 泡車碰到大電下前眼 對 散 5 加 不 人家讓我推三星我為什麼不讓一個塔給他 因為他不讓我推三星我也要推他三星 他就守不住了好嗎 我讓他打到血已經是非常給他面子了 我讓他打到血的話他應該來我直播間送給魔法師傅給我感謝我 謝謝在雞窩托斯玩元神送的亮亮塔謝謝 看這一把不就皮卡火把嗎看看我怎麼打他 不要下石頭人就行 不要下太早我們有機會在那邊也可以測到他的血量 比如說我們這個時候下個石頭人 看來我們沒什麼辦法 下個暗屋他只能下皮卡呀 破一下火法曬著小店加皮卡在跟個團夥他又守不住了 電鬥電一下 時候能裂開 弄不靈扛住 弄掉下幽靈 幽靈直接死掉 帶著對手 打皮卡其實沒有那麼難打 皮卡解推進 也得一直灌弱 不然很難打過來 兩個電船 666 你要跑去哪兒 從那兒走 不會 就可以去哪兒走 哇 我 哈哈哈哈 等下灌路才有機會吧,他帶虛空法術的話說白了就沒什麼機會 他如果是帶毒藥的話 反我們會很好防,因為他皮卡加毒藥基本把後排都給毒死了 他帶個虛空法術,虛空法術能解我們 其實什麼都解不掉 其實把石頭人也不能亂嘛 就不能開局下個石頭人,然後對面一撥破掉,然後你無法翻牌 像我們這一把石頭人下的就不太好,但是他沒有虛空法術,我們後面可以給加拿發散場 給活法投放到皮卡,把我們給解掉,我們給加拿發散場,最好是能鎖掉他的活法,再早一點 他帶的是砲塔 來,把皮卡給解掉 這一波我們是賺的 不虧 讓他有個進化活法 自從吃了肯德基再也不吃華蘭斯了 沒事還是可以吃,華蘭斯還是非常不錯 雖然我沒吃過吧 但是 支持國產總歸是正確的 這波如果皮卡頂上,再跳個羊的話我們就進化小店 還是能給他解掉 我想拉個一下,我想激活一下,別激活到 謝謝阿爾阿爾阿爾的禮物,謝謝你的禮物,沒拉拉不到了這個,哇完了,這一波很貴啊 這一波就是我們打血的機會了 皮卡我們直接一個 軟線頭帶兵啊 大皮卡會急一下,我們在下虛空,我們在下擋一下 少一下 再推一下啊 倒下幽靈墊一下 沒墊到 早點墊的話,炮車能鎖塔 不過左邊那一波,我們下次都能下的不好 被他給打到塔 打不過就偷吧 是不是啊 你被想著硬打過來人家,偷一偷打 也是非常舒服的 出個三軍人,我覺得國父應該來個RVR模式啊 不是的,其實特意不太會 啊,你看看 大龐月,我們不太會 天氣不太會 但是 對面不用法刀斬殺啊 法刀斬殺不夠啊 不太夠了 不太夠了 為什麼你的字幕沒有顏色啊 你沒有調 上面可以調顏色的 來吧 遊俠礦炸 剛不是玩的遊俠鑽擊 12-0 可以看一下回放嗎 我家裡不會跑前面去吧 啊 啊 還有個冰豆 你的字幕有顏色嗎 沒有顏色 你沒有設置顏色 你發彈幕的時候上面是可以設置顏色的 你看1級是藍色彈幕嘛 3級是綠色彈幕 1級是綠色 3級是淺綠色 然後6級 10級 14級 18級 都有彈幕打 超粉plus 還有超粉 還有粉鑽 每個有一個顏色 為什麼好卡 你的網路卡或是換個線路 你看看啊 火牙可以換線路的 我們有多個線路攻你選擇啊 點法術快的秘訣是什麼 提前準備 提前準備好 就比如說我下個這個 我有鑑魚對吧 鑑魚少掉 下個是進化小店 來 小店捏好 捏好 快快快 他要下牌了 快快快快 提前捏好 最好是 選一張牌立馬選法術 下個牌立馬選法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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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個牌選法術 下個牌選法術 這個就很快 來回切換 下不下不下都會開石頭的小店 快快 就被你快不快 這才是29歲該有的這個 反應 下不下呢 下個牌弄 下個牌 下多小店 如果下牌我們需要用小店的話 下贊裡面對不對 小店點好小店點好好一定很快 他不下的話,我們小弟墊一下 來,今天有點好,少掉,快不快 北藏都快呀 炮車下出來,不過擠沒有滿費 就我們什麼時候需要下呢,先下個古龍,對我們後面會下團火 你信不信,下團火的話我們下炮車擠 不下的話就不擠 時候呢 戰略兵線在這裡炸 打開技能下不出劍雨啦 看到沒有,這也不就很虧呀,所以大家陪你打的時候還是不要那麼亂來,我得先防住 哇這個炮車,哎呀有點難解呀 這個劍雨其實不太該教 因為他現在不是計劃變化 玩脫了,還沒呢 下個炮車跟他對,他肯定左邊下炮車跟我們對,對完之後他沒有炮車,沒有被沉底一個石頭人 他不好沉底啊,他下這個 那這個我們最好是先把他給解掉 我們下左邊也是非常可以的 走,石頭人 這個不管啦 沒有劍雨啦 沒有劍雨啦,我們又沒可以下戰略兵啦,下戰略兵在後面解他 下劍雨也是非常不錯的 可以下這 小店準備電扁活 也是下一個跟對面對稱的位置 不佔對面的便宜 對面本來水平就差了,下那個排擊炮還失誤了 我們也是不佔對面的便宜,肯定是這裡嗎 不是 一場兩場不夠 再敲一敲,137,夠不夠 不夠啊,他不夠斬殺 他得喬頭下炮車下排擊炮 但我們前面又有排擊炮 所以我們這一波已經不用下他了 那礦物過不出來 劍雨斬殺又不夠啊 那輸定了 喔18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你是第18名被我給了粉賺的呢 不是嗎 那是啥 是因為你在這個月在粉賺裡面的這個 這個星期在粉賺裡面的這個貢獻 宇宙共防很高 所以你是排在第18名 對,說明你這個星期消費了,謝謝你啊 謝謝你師兄 哇這個走的太慢了這石頭籃,哇,拼法真的是啊 一拳,一個劍雨鳥叫他 初步的雙王綠胖強不強啊 一般,我的雙王綠胖一般 一般一個月,一個禮拜之內啊,收到132塊錢 的周貢 虎牙的這個狂鳥工會啊,很多主播你在裡面都會有野牌的 可以大膽說話啊 你沒粉賺沒有,18級再給你粉賺啊 希望你再看一會 18級給永久粉賺 那為什麼你18級沒有啊,因為還沒給啊,現在給一個 呦,這個蛋都沒有回,都合起來了 你怎麼也沒有啊,你有,你沒看著 啊完了扛中,我不想扛的 我,也還行 多好今天家好友,20級 謝謝烏龜這次看 滾筒 滾筒加这个是什么 羊 这气球还不太好防啊 我们的 输出单位都很软对空的输出单位都很软 打个招呼 打个招呼 我知道 的 的 再加热 Actually 我确实 还有他成体活法 他成体活法 我们直接石头人一波给他带走 锅炉已经被淘汰了 房子之类的现在暂时不行 等他觉醒的话可能有一些用 因为房子过觉醒轮次也是非常好的 可以直接下房子过觉醒轮次 下个月有可能觉醒房子吧 有可能 一个超级给我全拍的 建议一下小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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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棄啦 9-8-1 上個廁所去 看看有沒有高手在打關在野球高手對決 放棄了 放棄了 這個劍羽交到好像沒有必要 這個劍羽交到 這個劍羽交到 這裡 我還沒想到 哇! 喔! 哇 哇沒有接那邊去啊 他竟然沒有下排擊炮,說明他挺菜啊 他現在下排擊炮的話我們守不住 怪貓,我們都不住 就這樣子吧 好,你不住 在這裡 嘴,你不住 你不住 我坐著 你不住 來吧 那我這一點 我會不住 啊 那我來的 在這裡 對 對 我是不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骷髏加招两名 撰击 下古龙 小骷髏加招两名 撰击 小骷髏加招两名 撰击 不知道他有没有旧化占领兵啊 还是说旧化的骑士跟电脑 不是旧化占领兵 不是旧化占领兵 儿子 就是人类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骷髏加招三名 大器 漂亮 電巨人了 電巨人真的能玩嗎 玩不了電巨人 你電巨人解電他解不了 解炮他也解不了 確實是沒辦法 這把電巨人全折 你看我有沒有遇到電巨人就知道了 打一晚上沒遇到電巨人啊 昨天打一天沒遇到電巨人 前天打一天也沒有遇到電巨人啊 對面是什麼卡呢 女皇家滾筒家居嗎 還是個牌子炮啊 就算了 雙手不得了 絕對不就不合回到電巨人 開放了 能不能動 火箱沒問題 雙手不得了 火箱沒問題啊 雙手不得了 火箱沒問題 誰再再追過 火箱沒問題 味噌 火箱沒問題 別再追求 火箱沒問題 雙手不得了 火箱沒問題 雙手不得了 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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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 哇,對面就純卡擊炮嘛,這殺掉他 我們前夜不掉血的話,直接就贏了 這邊打不到我跟著血對面 這邊這個卡怎麼可能能打到血呢,跟點打不到 沒有人玩電炮,所以我不玩電炮 明白吧,就像沒有人吃死一樣,我也不吃 玩電炮,這不找罪手嗎,這全是砲塔,你玩電炮玩得了嗎,玩不了 打對面這個卡,挺好打的 下石頭人就行了,他沒有前排的,後期守不住 加能炮戰詞啊,這前期掉在多血了我們 沒人能上是